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一个温哥华的故事 那么把武术跟中医结合起来 算是一个蛮新奇的点子 那么其实这也是来自于温哥华的中医师 武士龙的健康养生官 除了点子吸引 他的这个诊所还十分的神奇 接下来我们到他非常神奇的诊所 去看看 学武术健体强身 看中医防病治病 保养身体是华人最常见的生活方式 在大温地区也有不少的中医诊所和武术学校 但既是中医诊所又是武术学校的只有一家 这就是来自广州的移民武士龙所创办的独特中医诊所 武士龙把武术与中医结合起来 他一方面教人武术气功 另一方面给人防病治病 病治好了 如果不注意保养 下一次还可能生病 如果能够健体强身 提高身体的素质 就能抵御减少疾病的发生 这就是武士龙现在所推崇的现代健康养生观 武士龙出生于武术世家 父亲和叔父辈都是广东精武会的传人 他四岁就开始接受传统的武术训练 曾拜当代陈氏太极拳的太斗 混元太极创始人冯志强为师 学习心意太极 武士龙的父亲也是一个传统的中医 受父亲的影响 他从小就对中医有兴趣 并且随着父亲 医治过很多各种各样的病人 虽然大学学的是计算机专业 但他也自学了中医学院本科的各门学科 2002年他以计算机程序员 技术移民到加拿大 原本是想找一个计算机的编程工作 等生活稳定之后再发挥自己的特长 到时候交交权帮人防病治病 当时那个IT行业一片低迷 这个行业不是很好 那么很难找到工作 那我就什么都尝试过了 也尝试过做搬运工 保安 商人保安也做过 然后我一边做这些工作 一边就在公院里面交权 本来我想交权跟中医 只是我一个兴趣 等我以后就是工作稳定 我作为一种业余爱好 帮助一下人就可以了 但没想到 由于这种环境 我就变成一种职业了 登陆初期也没有太多的熟人 吴世龙就选择在女皇公园 公开教别人学武术 慢慢地学武术的人 渐渐多了起来 然后学生多了 那我就开始就是 真正的成了一个小的武馆这样的 一边教权 一边就是读 再把以前学的中医 再复习拿学分 然后我把那个针灸师 草药师 中医师 最后把那个高级中医师 都考到了 考到以后了 我就在 刚在今年 三月份 就成立了一个 医五结合的养生学院 我自己提出了一个 比较新的 可能在这里或者在国内 也是比较新的一个概念 叫做医五合一 因为在古代的中医里面 主要有五种疗法 一个是针 一个是灸 一个是药 一个是扁食 针灸药大家都知道了 扁食 现在已经失传了 其实推拿跟刮痧 都属于扁食类 还有一个叫做按桥导饮 按桥导饮 其实就是我们气功的 以前的名词 肢体动作 跟你那个呼吸 跟意念的配合 就是气功 那么在古代 是一种 其实是一种 很好的治疗方法 比如一些 气息方面的病 以前叫做吸机 就是那个呼吸 老是打嗝 停不下来 那么扎针也不行 用药也不行的时候了 做几个动作 就可以治疗好了 那么我想把这种 传统的一些 治疗的方法 一些养生的概念 把它在温哥华 北美推广出来 武士龙的 一五结合 医治疾病的方法 2012年3月 正式推了出来 虽然时间还不长 但是已经有不少病人 感受到明显的疗效 首先我这个医管 比较有特点 就是说前面是医管 就是可以扎针 针灸或者是开药 那后边我是五管 五管怎么用呢 就主要是 教受病人一些 养生的方法 或者是辅助治疗的方法 在国内的 他们一般就是 每天都来扎 那么相隔的时间 不是很长 这里一般一个星期 来扎一次或者两次 那么中间 间隔的时间 比较长的时候 就很需要一些 辅助的一些方法 帮他们调理 而且我扎针比较有特点 我是用气功的 第一个我扎针 入针的方法是飞针 这种飞针不是像 那个武术小说一样 飞镣一样飞进去 而是说我在拿针 刺到病人穴位的时候 我是首先用三个手指 拇指 食指跟中指 连转了八圈 就旋转了 然后用了手腕 翻腕的按镜 把那针扎进去 那么第一个可以免除 病人扎针的痛苦 就是扎针不会疼 因为它旋转而且快速 另外一个我在空中做了 我们中医术语叫做 平补平泻 那么扎进去之后 便很快就可以得气 所谓的得气就是病人很快就可以有那种 针感 一种酸麻脏重的感觉 那么那个疗效得比较显著 所以要扎完针以后 我就会教病人一个动作 让他在家练习 或者是请病人过来我武馆 在后面这个武馆练一套我们的功法 或者是气功或者是太极或者是其他的 就按照病人不同的病情或者是证 来设计这套那个养生功法的方案 武士龙除了忙于自己的事业之外 还积极参与社区活动 他策划建立了加拿大金武体育会 举办过武术 养生 书画 传统音乐等活动 还经常带队到老人院去免费表演 和教授一些健身气功等等 这个金武会每两年都会带领本地的学员 参加世界金武大会的比赛活动 武士龙还受聘在本地的一家中医学院 教导一些中医师学气功 他也希望能够多培养一些人才 在碧溪省推广医武结合的疗法 弘扬中国传统的医学文化 中华的传统文化博大今生 而中医和武术呢 其实都是我们的传统文化瑰宝 所以能把两者结合起来 说不定呢又可以走出一条新的路子 今年最后一期新风采节目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感谢观众朋友呢 来收看我们本周的节目 那实际上我们要在2013年再见了 对啊 我们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 下次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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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